用裁剪好的模板分别在短木板的这些地方和长木板的四个侧边画出钻孔的位置 为了保证书爆架的稳定性我们需要打钉 但是要避免书爆架上出现难看的螺丝钉 所以这里我们用木质削钉来固定木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个较短的板形成侧板 一个长板充当底板 另一个长板放在背面用于稳定和支撑 固定藤边的时候一定要拉紧贴合 这个时候可以找小伙伴帮忙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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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藤边的话我们会用到 这个已经煎好的老奶奶型的藤边 我已经提前把这一个大小煎好了 等一下呢我们就将它 跟台灯用毛线绑在一起 那其实呢大家家里面如果没有针的话呢 直接用这种回形针就可以 我们把它掰开 它就变成一个针了 然后我要怎么把它 然后将藤边和灯架缝在一起就可以了 OK那现在我们已经织完了 然后呢下一步就是我们需要 然后给它一个角角 角角就是这一个 然后让它能站起来 韧性很大的藤条 这个还可以卡在我的脑袋上 好看 这样都稳了 可以 手稳了 可以了三只角角就够了 然后我们今天已经安装好这个线了 好看呢 然后就看一下你自己想不想把这个留书留下来 你自己喜欢吧 你可以把它剪掉 本来的设计是剪掉的 哇好看 这种小陶盆也可以用藤边的元素装饰起来 就只需要将藤边网格用热绒枪和陶盆粘在一起就OK了 这种小陶盆粘在一起就好了 好看